非常感谢 恢复福音 传达觉得允许的 案例指示们 非常感谢 我们把荣耀的掌声再次送给他们 也有很多的案例指示 没有参加这次特送 如果说各位蒙到应允的话 整个教会都会被救活 所以愿我们的案例指示 能够蒙到力量 救活教会成为后代的踏板 享受这个珍贵的祝福 愿大家为他们不断地做这样的珍贵祷告 我们看一下话语 菲律比书四章十三节 我们一口同声来诵读 我靠着那家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阿们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祷告题目 各位为我们教会祷告的时候 愿我们教会能够恢复三个院子 成为这样珍贵的教会 希望大家做这样的祷告 而且还有跟我们教会关联的 Tekpor D教会 高龄教会 还有唯独福音哈纳教会 以及生命全教会 希望大家为这些教会也一起去祷告 他们在所在的现场当中 能够恢复三个院子成为珍贵的教会 因为各个地区的教会活起来 所以在大丘地区能够兴起福音化 第二个是为我们的宣教地做祷告 跟我们教会关联的所有的宣教地 还有宣教士 因为他们真的能够救护二三七国家 救护五千种族 兴起珍贵的门徒 希望大家为这样的宣教地做祷告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 在训练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里面 现在少年部 到明天为止 他们会参加本部的训练 然后本周周二到前天的时候 是以右年部为中心进行了集中训练 为我们的主日学校的训练 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个冬天季节当中 进行的这种集中训练 能够为他们这个去祷告 明天为止呢 然后明天还在计划着 就是冬季的圣经学校 希望大家也要为此而祷告 明天下午的时候 有创造科学的讲义 周六核心信息之后 在下午的时候进行 所以的Ramant父母都可以参加 还有一个就是职奋研讨会 二月十八日 案例只是劝识 以这些人为中心 二月十八日 主日时候在小礼拜堂 要去进行职奋的研讨会 就是愿这些拥有职奋的人得力量 其实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活起来 他们是教会的流向 愿他们能够得到力量 成为Ramant的踏板 2024年 劝识会的开讲是 二月十九日 从周一开始 希望大家也为此做祷告 下一周 以Ramant为中心 有特别的清晨祷告会 从二月十九日到 那一周的周五结束 以Ramant为中心 教育局准备的 特别清晨祷告会 为了准备周末三日年修时代 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 特别清晨祷告会的开始 希望大家能够也为此祷告 一同参加这个清晨祷告会 蒙到同样的恩典 还有二月 二十四日 有哈纳幼儿园的 属灵军师的派遣一室 也就是说幼儿园的 这个毕业典礼 是在二月二十三日进行 现在门口也贴了这样的条幅 在我们教会道中 也有非常重要的专门 事工集中研讨会 就是二月二十四日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希望大家就是 按照这个时间 能够被正确的所引导 今天我们也要一起去祷告的一个内容 就是 我们教会的 要 就是要参加军队的这些青年 还有要开业的各样的产业 我们会拿着这样的具体的部分 还有特别是要去进行传道的这些对象 礼拜结束之后呢 我们会拥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祷告时间 就是传道对象的时候 我发现每个教区都有很多的这些对象 名字都给我们提交上来了 我不知道这个LED屏上面 能不能把这些名字都给我们播放出来 不管怎么样 我们是在祷告的时候 要去进行这样的祷告会 就是不管怎么样 以后周五祷告会这个时间 我们一起唱赞美 一起拿着信息去祷告 首先我们要蒙到属灵的力量才行 真因我们的整个圣徒 都得到这样祷告的力量 在这个时代 真的愿这样的晚上 能够成为蒙到属灵 灵权祝福恢复的时间 所以首先用主德兵 祝愿各位享受这样珍贵的时刻 今天的题目就是说 在教会的圣徒 那么它最重要的根本状态是什么呢 题目叫做圣徒的根本属灵状态 我们要一起去看这个部分 持灵话语 然后再祷告 本文话语是菲利比书四章十三节 这是我们的宪住所 我们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是在赐给能力的那一位里面 所以作为圣徒 他的根本属灵状态 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状态 我们就可以知道 结论性的是什么呢 神愿赐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 神愿赐给我们永远的祝福 为了享受这个祝福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根本的属灵状态 而且需要更新的部分 要快点去更新 只要领悟的话 让我们都能够享受属灵的祝福 这也如此 就像今年赐给我们的话语一样 神今年愿赐给我们永远的祝福 愿让我们承受属灵的基业 神愿通过我和各位 留下属灵的作品 并且对我们而言 最重要的是后代 神愿我们给后代留下属灵的遗产 为了享受这属灵永远的祝福 那么我们里面的这个属灵的状态 应该是怎么样的 我们要知道 要去明白并且得医治才行 所以要知道 神祝福的就是这个部分 神愿赐给我们属灵的基业 不是肉身的基业 神愿赐给我们属灵的基业 我们要留下的作品是什么呢 是属灵的作品 而且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人生 要留给我们的后代遗产 对吧 要留下属灵的遗产 这个祝福该如何去享受 首先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属灵状态 第一点简单地跟大家整理一下 圣徒呢 某一方面来说 就是属灵的状态 这些根本的部分 是长久以来的部分 是长久以来的部分了 某一方面来说 已经是一种病态 但是却不知道自己生病了 又是长久以来的部分 已经是在病态当中 却不知道自己生病 过着人生 所以圣徒结果就是什么呢 圣徒最基本的属灵状态 都是自我中心 这是撒旦最喜欢的 某一方面来说 就是中 佛教的话说 什么呀 虐斑就是说要 丢弃自己 做冥想运动的人 三团体的这些 做冥想运动的人 他们说什么呢 要把自己怎么样呢 要找到自我 冥想运动就是想要找到自我 我们不是说 丢弃我们自己 也不是说寻找我们自己 而是说 我们自己被关在这里面 我们怎么能找到我自己 又怎么能丢弃我自己 被捆锁的这一部分 我们要明白才行 但是却不知道这一部分 所以大部分就是怎么样呢 要找到自己 要丢弃自己 不知不觉我们里面 已经有这样的内容 所以呢 就是跟佛教也好 跟三团体也好 不知不觉我们是这样的自我认知 各位一定要知道 要找到自己的这个本身 就是自我中心了 凶恶的撒旦 拿着自我中心 让人败坏 但是人却不知不觉 就在这个中心里面 所以 虽然过着信仰生活 但是怎么样呢 虽然很长久的出入教会 绝对那一瞬间 就是我 我的中心 所以呢 神是要想要赐给我们 属灵的祝福 但是我们却去找什么呢 只找我肉身性的 我中心的部分 结果我肉身的东西 就是肉身的嘛 而且圣徒 不知不觉 都是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是以人为中心 是以人为中心 就是跟着人 来呀 去呀 来教会也是 跟着别人来呀 去 我和各位 不可以以人为中心 我们要是什么中心呢 我们是要以化育为中心呢 我们所有的生活基础 应该是以化育为基础 不管世上的理论 知识 怎么样聪明 怎么样的分明 或者说怎么样的正确 但是我们不是跟随 世上的理论知识 我们是跟随神的话 一过人生 所以化育让我们前行 我们就走 神让我们停的时候 我们就停下来 这是我们的信仰生活 但大部分是什么样的呀 跟着人走 以人为中心 信仰生活也是 来教会也好 其实因为以人为中心 来也去呀 都是这样 第三点 圣徒的根本属灵状态 什么样的状态呢 结果就是世上中心 某一方面来说 这是物质中心 是衣食住行中心 就是衣食住行 因为衣食住行这一方面 是最紧迫的 所以人们就只能 跟着这样的流向走 但是圣经分明告诉我们说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 说你们要先求 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 在这之前的六章二十五 到三十二节的话 也说什么呢 关于讲的就是我们的 衣食住行的内容 我们该吃什么 该喝什么 该穿什么 不要担心这一点 我们衣食住行 我们总是认为是问题 但是实际上 神对我们说什么呢 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说 你们看天上的鸟 看这个山中的百合花 谁让它们吃穿呢 然后在六章三十三节的话 也说什么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 和他的义 然后一切都加给你们了 虽然有的人都追随 衣食住行 但是你们却要追寻传道 宣教神的义前行才行 这样的时候 你们所有需要的一切 都加给你们了 我们的吃喝 神会负责的意思 因为不相信呢 所以要知道 神赐的是永远的祝福 但是看不到这一部分 所以只能跟着眼睛 看天的意识住行前行 没有办法的 世上的问题之前 要知道这是圣徒的问题 神愿赐给我们 属灵的祝福 永远的基业 永远的作品 让我们有效 永远的遗产 神要这样的祝福我们 但是我们却在 这个水准当中 是在这个中心里面 没有办法脱离出来 牧师因为你吃喝不愁 所以才这样 对吧 是啊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在决定的那一瞬间 不知不觉 我们就会拿着 这样的中心去判断 去决定 难道不是吗 你们去看一看 好好去检验一下 所有的圣徒生活 都是这样的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只要领悟就明白 原来我是自我中心了 真的是人为中心 世上为中心的 只要领悟到这一点 神就会赐给我们 崭新的开始 但是问题是什么 没有办法领悟 在这个里面 完全沉浸在这里面 但是却没有办法领悟 这因如此 各位真的重要的就是 首先神愿意赐给我们 什么约翰福一章十二集 让我们要改变这一切 凡见着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是他们的权柄 什么呀 做神的儿女 赐给这样的权柄 凡见着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神就赐给他们 做神儿女的权柄 成为神儿女的我们 多年多前书三章十六节 这样的话语一样 我们是怎么样 是神的圣殿 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啊 神让我们成为圣殿 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住在我们里头 但是我们却以这样的 忠心过人生 圣灵的属灵做工 没有办法被这个引导 以作为忠心 人为忠心 让为忠心 衣食住行 为忠心过全部的人生 各位 各位是要从这里面 脱离出来 你们是属神的儿女 你们相信吗 神让你们成为神的圣殿呢 而且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 话语说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而是我拣选了你们 我们以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不是的是神拣选了我们 如此看来的话 呼张我们的神 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就会负责我们 真的要阿门呢 你们 神如果拣选了你们的话 如果说我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呢 不是我们拣选了神 而是神拣选了我们 是神拣选了我们的 那么拣选我们的神 就会负责我们 但是我们却常常关心这一个 没有办法从自我中间 那么突离出来 菲律比书一章六节的话语 在你们动了善功的 并成全这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拣选我们的神 在我们里面 动了善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他毕竟会成全这功 现在我们你们所有的人生 都是在成就的一个过程 现在不行 并不是说你不行 我们所有的生活 如同山一样 阻拦我们的这些高山 但是神会让这些山 变成平地 我们确信 所有的山神 让我们成为踏板 为什么呀 因为神在我们这里面 在成就着 带着最善的功 神在我们这里面 要去成就 看我自己要这样去看 我自己 看着我自己不行的方方面面 啊 为什么只能这样啊 不是的 是神在成就的过程当中 啊 我的家庭 为什么只有这个水准 不是啊 神是怎么样呢 是在成就的过程当中 看我们周边的圣徒 也是一样 他为什么让人这么郁闷呢 不是的 神拣选了那个人 拣选了神 要成就着这个人 是在成就着 真也如此 那我们就能够理解了 无论是谁 我们都可以去理解 无论为谁了 我们都可以去等待 为什么呀 因为神要去成就 我们知道这一事实 讲绝对主权的时候 常常强调这一部分说 在你们心里面 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这种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这是神的绝对主权 神带着神的计划 在耶稣基督的日子当中 会成就我们 当你知道这一事实的时候 就能够理解我 能够包容我自己 而且 我们自己有时候 我们无法理解自己 没有办法包容我们自己的 太多了 难道不是这样吗 自己没有办法包容自己 但是呢 神引导着我们呢 真的愿各位 拥有相信的信心 看我们周边的人也是 能够去理解 等待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没有必要轻易地 去说这样那样 因为是神拣选了他 神要去成就这个人 不仅如此 菲律比书二章十三节的话 你说什么呢 在我们里面 神放了神的心愿 神向着神所拣选的百姓 呼召他们 把神的旨意 每一放在他们里面 神要去成就 不是我们去成就 而是神要去成就 真因如此 我们所有的献祝 所是哪里呢 菲律书四章十三节 今天的本文话语 在赐给我能力的那一位里面 我在赐给我能力的那一位里面 因为没有办法领悟这一事实 所以陷入到前面的这一部分当中 只要领悟就行 重要的是什么呢 不是我们要做什么 而是说 我真的是自我中心 只要领悟就可以了 只要领悟的话 神就会相信 我就决心 神会赐给我们恩典 真的人们没有任何感觉 陷入到这里面 却没有感知啊 努力的做着信仰生活 但是你们去看的时候 发现怎么样啊 就会让人觉得 担忧 他这样能行吗 因为大部分都是在这里面 过着自己的人生 而且不知道自己是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只是随便的热心努力 然后做不了就说做不好 然后一有成就的话就骄傲 不是的 神在我们里面开始 相信神在我们里面成就一切 我们是在成就一切的 神的能力当中 各位是在成就一切的 神的能力当中 就是你们的献住所 第二点 那么如此看来的话 为了享受真正重要 祝福的种植者 某一方面这里面包括 安利指示 还有长老 那么种植者的根本 属灵状态是什么呢 全师长老 真的某一方面来说 还有这些安利指示 他们作为种植者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在教会里面 担当着重要的肢体 带着重要的部分 去做祷告的人 他们担当着重要的责任 但是种植者大部分是怎么样啊 虽然是一样的意思 大部分的种植者就是怎么样 我的 自我的中心 我的 说我的 大部分就是只是这样 我和我的 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 进一步来说的话 种植者 因为跟别人比的话 他有某个位置 有一个地位嘛 所以就是总是要找到属于我自己的 而且种植者又怎么样呢 真的应该是要蒙受神祝福的人 但是大部分的种植者会怎么样呢 拿着我自己的 然后怎么样呢 如果说有重要的部分 应该怎么说呢 就是拿着世上的来到教会当中 要去服侍教会 可以看到这样的部分 拿着世上的在教会当中想要去服侍教会 因为他有年龄啊 也有一些经验 就是说他已经有了很多人生的经历 在世上他们非常清楚事件 所以呢 不知不觉 拿着世上的部分 在教会当中去要去服侍教会 很多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情况 某一方面来说 就是说是教会的种植的话 他们会有一些连岁 然后在教会的信仰生活 有一些的岁月 然后社会上面也有某些地位啊 不知不觉 有的人就是成功的人士嘛 然后在世上可能因为某个位置 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他们就拿着世上的部分 来教会去做服侍 真的很多这样的部分 然后第三点 种植者是怎么样呢 有真的要去领悟的部分 某一方面来说 就是位置 这个身份 我们在做神的事情上面 世上说位置 让人显出权威 是吧 但是教会是这样吗 真的果然如此吗 不知不觉 对于位置啊 身份啊 别人的认可呀 认证啊 认可的时候就非常好啊 然后如果不认可的话 就觉得心寒 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 真的时候 你们不要觉得 我为什么这么讲啊 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属于状态 根本状态 我们要做正确的诊断 大部分的人 就是在讲我的 拿着世上的 在教会里面 非常忠心 侍奉 但是好好地去看的时候 发现就是 拿着世上的基准 在教会里面去应用 拿着世上的东西 来在教会里面 去做服事 他们服事的这个心 当然很好 但是 如果说服役 不能成为体制的话 认为善的就是一切 所以拿着这个善的部分 来服事教会 然后还有呢 就是什么呢 认为在教会里面 比别人更加要有 自己的地位才行 如果真的是属神的人 有没有位置 没有关系啊 我们只要担当 神做的功就可以 难道不是吗 给位置的话 非常感谢 不给位置的话 如果在给位置 我们在这个位置上 成为最高线上 荣耀的楷模 如果没有位置的话 不看人在神的面前 担当你的使命 就可以了 这是神树里 终止的理由啊 我们看圣经当中 没留下姓名的 罗马书十六章当中 就是罗马书六章里面 记录了十三十多个人 但是又更多的人 是没有留下任何的姓名 做了罗马的福音画 是保罗讲了这些人的名字 才显出来 对吧 因为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 然后在罗马书最后十六章 当中记录了这些人的名字 所以这些人的名字 显出来 但是大部分的人 是没有任何的姓名 留下的程度 做了罗马福音画 所以呢 种植者 真的各位要明白 如果真的树立一个 正确的种植者 人们以这个种植者为楷模 会被建立 救火教会 救火人们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种植者蒙到福气 最珍贵的这个祝福的做工 神让你们要去蒙受这个祝福 所以树立你们为教会的种植者 神最珍贵的祝福是为了赐给我们种植者 这也如此 另外呼召他们高丽他们起来 这也如此 各位存活起来 教会就会活起来 你们活起来的时候 后代就会活起来 真的 我们的后代看到教会的时候 看到教会为教会现实的这些种植者的时候 我要成为这样的种植者 如果说有种植者听到这样的话的话 那么这个种植者的人生 神会负责他 祝福他的 实际上教会当中 能够让人们都成为楷模的这个模特更少了 真的 因为我们哈纳教会的种植者 真的让人们都看到 要像他们一样去服侍教会 愿主的民族园各位成为种植者的楷模 为什么来着世上的部分来服侍教会呢 因为种植者是在现场当中的人嘛 他们六天的时间在现场当中生活 所以他们的生活就是不知不觉 朝着这个世上的目标去奔跑 就是这样对吧 因为六天生活在这个世上的社会当中 然后在这里面去工作去做事业 因为这种东西已经刻意根基体制了 朝着世界在奔跑 这是真的让人觉得遗憾的 就是他们以为这是一切 然后又拿着这个部分要来教会去做服侍 真的要更新啊 因着神的恩典前行这是教会 当然世上的部分有的是对的 但是呢 教会要按照神的法 要守神的话语前行 这才是教会 某一方面来说 各位真的有要小心的部分 就是我自身也是常常这样祷告 我自己也是 愿我不要停留在自己的基准当中 每一天因为福音要让我更新 我常常去祷告 不断地在神面前去更新 做这样的祷告 这是我要进入训练里面的理由 为了更新我自己 因为不是说福音不行了 我知道福音 但是瞬间瞬间没有办法 福音的旗帜 所以怎么样 为了更新我自己 不断地进入训练当中 改变我自己 重要的就是什么呢 拿着教会的事情 就是以世上的方式来 侍奉的话 这是犯罪当中的犯罪 各位一定要领悟这一点 拿着世上的来服侍教会 各位一定要明白 我们要蒙受神的胜利引导 教会所有的事情 我们要以话语为中心 所以初代教会呢 在《十多行传》四章当中 六章里面 就是教会里面 因为这些周籍的事情 有了争吵 他们认为错失了本质 所以彼得说 我们要在传道于话语上专心 要快一点怎么样呢 要进入话语跟祷告当中 所以树立了七个指示 错失本质 拿着世上的方法 解决教会的救助的问题 彼得领悟了这一点 所以说什么呢 我们要被话语打告去引导 所以他领悟了神的这个部分 所以选择了最重要的 进入了福音里面 真因如此 是要蒙祝福的众志者 真的要蒙到神祝福的众志者 但是却没有办法蒙到祝福 在教会里面 如果说你们去服事的时候 成为你们的包袱的话 在神的面前真的不是这样的呀 终止要蒙到祝福是什么样的祝福 是罗马书十六章的祝福 永世之前所隐藏的 如今显明出来 隐藏的现在显明出来 要蒙到这一部分的祝福 就是终止者 我们看一下圣经 在七个灾阳的时代 解决这七个灾阳 每一次发生的历史做工 是什么呢 就是罗马书十六章的 终止者兴起的时候 拥有正确福音的 终止者兴起的时候 就是兴起了在灾阳当中 出埃及的做工 兴起了从埃及的灾阳当中 脱离出来的做工 所以说终止者的这个祝福 是如此的重要 2009年我被任命为担任牧师 在神面前做了这样的祷告 愿哈纳教会的 种植者因为传道能够幸福 打开种植者时代 通过传道牧会 种植者不是说 为了教会的行政 去担当劳苦重担 而是在现场成为 传道牧会的 蒙受神祝福的种植者 现在我也依然做同样的祷告 如同罗马书16章当中的 珍贵门徒 还有《使徒行传》4章 哥林多后书里面 出来的这些门徒一样 真的实际上 种植者正确被树立 救护很多的教会 成为后代的踏板 服侍主的仆人 尽情地传道 能够成为这样的事情 让帮助的种植者 用主的名祝愿 各位拥有这样的祝福 第三点 主的仆人 只有各位知道 才能够去祷告 对吧 主的仆人 主的仆人也是 大部分没有办法脱离 我这个东西 就是这样的 没有办法脱离自我 稍微如果能够脱离的话 又变成了我们 快点要脱离这一点 不是我 也不是我们 我们是二三七国家 世界福音化的方向 不是我 也不是我们教会 神为什么祝福我们教会 常常说为了救活大求整体 所以让我们教会被神使用 为了让我们去 被神祝福这个教会 是怎么样 是救活世界 所以我们要脱离我们 特别是教母人员 这一部分非常的强 我 真的要去祷告 各位一定要理解这一部分 他们是非常特别的人 某一方面 用好的话术 他们是很特别的人 真的是需要各位去祷告的人 真的是需要你们去做祷告的人 有的时候 看我们的种植者圣徒 你们有的时候 为我们教会的教母人员很担心 就是这个部分 真的要为他们去祷告 我们要去理解 为他们祷告 真的要知道 不是我 也不是我们 看整体 我们要成为一体 救活我们的教会 救活地区 被神去使用 这就是主的仆人 不是我自己事工 做得很好就可以了 不是这样的 把我们的教区负责好就行了 当然在圣徒看来的话 你把教区负责得很好 肯定会觉得你做得很好 感谢不是的 我们要看整体 看整体 然后在这里面去救活属于我们的教会的 还有在这个大丘地区 为神的世界福音化去服饰 这是主的仆人应该在的位置 对于教会的话 可能觉得 如果说我们的话 可能会很好 当然我们也需要 就是我们教会 要兼顾事 这样才能做世界福音化 是吧 这也是对的 很好 不错 但是出的教会 却不是这样 出的教会 并非如此 他们在现场当中 怎么样呢 然后反而因为现场改变教会的各样组织 所以主要不是我 不是我 今天的教母人员也参加了礼拜 你们一定要听清楚了 不是我 也不是我们 我们要看整体前行 我们要看整体前行 所以呢 神赐给我们教会的这个福音 做过东正会树立我们教会 神为什么树立我们教 为了救活整体 为了看这个大学的整体 我们看着大学的整体 还有一个就是 真的让人觉得很害羞的 而权力如果损伤的话 就没有办法去参与 为什么知道吗 作为主的仆人 他们有这样的决断是吧 要去服侍 但是真的 我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我是这样 因为我蒙到神的恩典 神为了使用我 呼召了我 这个本事我就非常的感谢 感激 因为我没有什么 可以献给神的 也没有什么在神面前 值得夸耀的 但是神却让我 为了神去使用 呼召了我 这个本事我就非常的感谢 但是大部分的教母人员 是怎么样呢 我为了主的事情 我丢弃了什么 他们这么想 你们其实真的去告白 说一说看 你们有什么可丢弃的 对吧 伊萨只是你不要说阿门 因为你不是主的仆人嘛 你不能说你没有什么可丢弃的 是吧 大部分的人就是这样的 我为主在做工了 我为了主 把我所有的人生都抛弃了呀 把我所有的一切 我有利的都已经丢弃了 你真的有这样的东西吗 不害羞吗 真的 某一方面 我们认为为了主把什么丢弃了 把什么都遗失了 所以呢 如果说因为别人 我的权威有点损伤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忍受 其实没有什么不能忍的 我们有什么资格被神使用 难道不是啊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 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 这个话语在我心里面撞击的时候 就是对呀 我是罪人的时候 神爱了我 呼召了我 所以我在身边有什么可显摆的 我们哪有什么权威的部分呢 因为别有把你看作主的仆人 所以你很伤心啊 不是啊 真的不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也这样 真的我们的教务人员 你们要蒙恩典才行 真的愿各位打起精神来 包括我在内也是一样 不知不觉也是常常错失我的本质 错失本质已经脱轨 汉南教会的主的仆人 真的你们要知道 不是我也不是我们 而是为了整体 神把毫无用处的我们 呼召了我们 为了主的世界福音化珍贵的位置上面 让我们成为了主的仆人 那么这个事实我们本身要去感谢啊 看圣徒的时候 如果说他们看主的仆人很担心的话 真的不应该这样 主的仆人 你们真的首先要恢复灵权 我也一样 所有的教务人员 你们真的要首先恢复灵权 带着属灵的力量 去服侍教会跟圣徒 这一年如此神呼召的我们 难道不是吗 我的自尊心受挫了 真的不该这样啊 权威 自尊心 特别是教母人员 真的知道这一部分 自尊心 真的我们在神的面前 主的仆人祝愿 各位能够去担当神的使命 第三点 如果说主的仆人 陷入了某个权威自尊的这种状态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这一部分是没有办法不得不这样的 让我们这个部门 让我们教会要复兴 作为教母人员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当然这很重要 教会的圣徒也好 当然都也希望教会能够复兴 希望自己的部门能够复兴 但是我是这样想的 看整体 还有我们的自尊心 在神面前去求神的恩典 首先我们作为教母人员 要得神的恩典 通过得恩典的我 每个人都去救活 这是神的心愿 不是说拿着话就能救活人 不是因为你嘴巴就能够让部门机关复兴的 当然人的力量可以让什么东西汇聚在一起 但是真正的教会复兴不是那样的复兴 我们要兴起属灵的复兴 所以重要的就是什么呢 教母人员首先要带着灵性 首先我们要因为灵性兴起起来 通过我们每一个人拿着祷告的力量 恢复属灵的力量 然后去担当我们每一个部门 负责的这个事工的时候 这个整个的流向属灵的力量 也能够去传达 所以作为主的仆人 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菲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 万物都在主的名前服从 让万物归有的这个名字是我们拥有的 菲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 主的仆人的名量铭记这个话语 我们一起来诵读 他要按照那能教万有归负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基督是叫万有归负的这个人 向着他去做工 这样的基督在我们里面 我们要知道这个权柄 菲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 当我们享受这个权柄的时候 菲律比书知道这一点 所以在菲律比书三章八节的话语说什么呢 我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粪土 为什么呀 因为我知道基督的时候就发现 基督是质保 是真正要去认识的质保 所以我一切全部都是粪土 在世界的话语说什么呢 我愿在这里面知晓发现他 我愿在这里面知晓发现 十二节的话语说什么呢 菲律比书 菲律比书三章十二节 说什么呢 十节说愿意发现 然后十二节说 基督随要我得着的 四章里面讲十四节上 什么从上面呼召的讲上 然后二十节说什么呢 我们的圣民权是在天国 这里面讲我们的圣民权是在天国 在这个名字面前 万物服从 这个名字是能够去做工的 让万物服从的这个名字的做工 基督在你们里面 愿各位主的仆人能够去享受这些事实 并且能够去确信这一点 我们做最后的整理 圣徒的根本属灵状态 某一方面来说 圣徒也好 种植者主流仆人都是一样 这个真的是非常模糊的东西 所以不清不楚 因为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错失了永远的祝福 大部分的人全部在这里面被骗了 长久以来的部分 是长久以来的 所以呢 甚至于没有办法领悟到这一点 今天此时此刻 今晚参加的各位 通过领悟的那一个人 我确信能够救活一切 长久以来的已经是病态了 不是说不做信仰生活 神要赐的祝福是这个部分 为了这一点 我们真的要去更新 愿今晚成为我们更新的 夜晚用逐的民主员 各位 未经许会